HELLO 大家好,我是魏魏先生 这次参加了Tesla Drive with Pride 2023的计划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任何人有兴趣都能够跟台湾特斯拉送出你的想法 就有机会开今天这台彩虹特斯拉 三天两夜去实践你的梦想 在万圣节的前一天 我拿到了这台彩虹特斯拉 这次想开着这台车去参加跟认识20年的高中同学们的亲子旅行 OK,我们现在已经充饱店了,要准备 出发 出发,go 我们这群高中同学因为住校的关系,感情非常的好 基本上高中三年,每天聚在一起的时间都比家人还要长 现在大家也都成家里也也生了小孩 小孩的年纪也都差不多大 所以几乎每年我们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聚会 这次出发前我特别请同学跟小孩子们预告 叔叔会开一台大玩具,去跟大家一起开万圣party哦 敬请期待 主要不只是把电车分享给老同学们 也希望让小小孩们对电动车产生一点点的兴趣 隔天出发前,跑去家里附近的A19超充站 把车子补到大约80% 这台车是Model X Long Range的版本 基本上这次去苗栗山上民宿住一晚 然后再开去市区走走玩玩 80%是绰绰有余的了 我把我Model 3上面的手机架移到X上面来 也放了2-3个X专用的配件 就是要来好好体验一下这台新款的Model X 这台官方的特斯拉彩虹车啊 它的配置是7人座的 放了两张一个安全座椅 后面还有两个位置 那因为这台车呢 拿到的时候X是我第一次做 所以我想要趁机呢 顺便也分享几个X上面可以使用的配件 第一个其实就是这个六维的支架 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六维的支架拿来这边用呢 是因为X它不像3或者是Y啊 充电线可以被收纳在这个里面 所以呢我选的这个是没有充电版本的 那它可以任意的吸在后面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壳呢 也是Jowa的iPhone 15 Pro的一个磁吸手机壳 吸上去之后它就长成这样子 那随时我们要充电啊 这个线拿起来 这边已经接好电源了 所以线拿起来呢就直接放下去 手机就能开始充电了 那它同时可以像这样子左右的调整 然后旋转 基本上都不会有影响 拿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磁吸的扣 非常的方便 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大家应该有看到 这个是给X专用的收纳格 那因为我是刚放上来 所以里面我就是摆了一些今天出门的零钱啊 钥匙啊还有一个这个7的余儿卡 那它要用的时候 底下 直接可以看到下面是放卫生纸的地方 那上面这边呢我也摆了一个X跟X专用的杯垫 那它杯垫放下去之后 我们在放水瓶的时候 的确确实就比较不会晃来晃去 那这个是呢 我在车上专用的小垃圾桶 所以不管是在3上面还是在X上面 我都会把它带来带去 真的超好用这个东西 打开来就像这样子 这个呢完全不会影响任何的卡榫 那假如说我们今天要把上盖给全部关起来 也是OK的 那一般的模式下我会用成这样子的状态 它这边可以露出来 然后又不会被前后影响到 好接下来这个呢就是X跟X专用的勾子 这个勾子应该大家都看过了 因为每一台车我几乎都介绍过 除了X之外 它就是在手套箱上面 可以放上像这样子的置物架 那它的长度有比较长喔 跟3还有Y是不一样的 那很简单就是把它打开来放上去 就关起来 这个地方就可以挂东西了 像我现在这边有一个纸袋 就像这样子直接把它挂上去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开了前车箱之后啊 看到它上面放了三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交车都会送的三角锥 然后这个呢是鋁抽 我们这个Type 2的鋁抽 然后这个呢我觉得比较特别 它就是一个拖车勾 因为我看拿起来的时候啊 它整个非常的重 所以我觉得很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 结果它就是一支拖车勾 而且重点是这个拖车勾 真的很重欸 我觉得起码有十几公斤 虽然很小可是非常的扎实 随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特斯拉的 OK 这边就是跟大家简短分享一下 Model X上面 我觉得蛮实用的配件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朵森林泳池咖啡馆 这里是亲子餐厅 那吃饭的旁边就是一个巨大的球池 其实餐厅座位跟球池还有游戏间 都是由饭店的泳池直接改造而来的 我们这一团出游有八个小孩 所以我想亲子餐厅还是最适合我们的 结束之后我们跑去怀旧聚落 卢竹南社区的老眷村 这边都是红砖古厕的老眷村 但是被彩绘出全新的风貌 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小孩来的地方 也因为它的新旧餐子 我觉得也很适合年轻人跟长辈爸妈来走走 整个聚落非常干净 彩绘的内容也非常精致漂亮而且有创意 你们看看这些交台语的还有各种老店招牌 甚至连摸乳巷都有 最后我们还在一个大转角的香肠摊 大人小孩一起吃着香肠配大蒜非常过瘾 玩完之后我们去了一趟全联补齐粮食 大伙就上山回民宿啦 晚餐我们把小孩子都填饱肚子 大人们也酒足饭饱之后 大家就开始忙着要帮小孩变装 进入今晚的重头戏 万圣节变装讨堂派对 这个活动啊 所有人大概嗨了40分钟 小孩子们都玩疯了 我们今天在旁边陪玩的爸妈 看到小孩子都能够玩在一起 其实也觉得很棒 想到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跟他们一样 每次都玩到疯掉 接着因为下雨了 所以我们就一驾到室内 让小孩子继续玩 大人们也叙旧聊天聊到凌晨4点才散会 隔天早上雨终于停了 我就跟同学们在电动车旁边聊了一下 这位他是来自平邻德智茶行的同学 带着女儿也上车体验了一番 请上座 那你坐好 要把他开车 第一次开吗 第一次 从来没开过 没有 你现在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面 它调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然后刹车踩子啊 萤幕的左边 有一个滑动的车子 有没有 把它往上滑 就是往前 好 你现在放掉刹车 踩一点点电门 阿巴古 阿巴古一样 就是刚刚那个打档的 把它往下 好 它现在就变往后了 按那个P它就会停了 这个方向盘感觉怎么样 很 不习惯 是不是有点难开 超难开的 好 可以直接这样讲 可以直接讲 因为我昨天开的时候 因为我也不习惯 很科技感啊 但是 你在我们一般在转弯什么的 你就觉得好像卡卡的感觉 是不是上面会一直抓空的感觉 就是要回转啊 倒车的时候 好像拿个砖头在那边 在那边开车的感觉 因为以往那圆的那个 因为圆的你在转弯 会觉得很顺 过去什么的 就是你 你可能转弯 还是巴古什么的 你在桥角度什么都可以 但这个就是 试试方法 你会觉得好像要这样子 要这样子的感觉 那 没错 正常我们现在很多车友 他们都是压着转 压着转 压着转 可是真的还是要习惯一下 因为我第一开就不习惯了 压着转就是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 铃铃角角的感觉 第一次开会很不习惯 好那给你猜一下 换这个方向板 你知道要加多少钱吗 蛤 这个是选配的喔 对这是选配 以前是免费的 现在变选配了 那如果不选配的话 原本是什么 没有方向板 原本是圆的 原本是圆的 这个叫幼壳方向板 所以你如果要选配这个的话呢 答案就是 美金五千块 所以你要花一个大概 五十七万 十五万 然后换一个你觉得很不好开的 那它有什么 特别整合什么功能 是这两颗球是干嘛的 这两颗球就是功能键 像我们有时候要 切换什么 切换东西啊 挑针鱼刷等等 都可以同样到上面设定 然后方向灯 大灯 喇叭 雨刷 那原厂它已经整合在方向板上面 有现在几乎全新的都没有 以前我们这边其实有两个排檔杆 一个打档一个是雨刷 然后方向灯 然后它现在把它全部取消掉 然后整合到方向板上面 然后用一个很科技感的 它其实我觉得就是帅 然后科技感 可是你必须要花时间去熟悉它 有帅啦 有帅啦 真的啦 刚刚一上来看到这个是真的有帅 但开阅就很痒 好啦 初次体验成功 讚啦 还不错啦 萤幕也蛮大的 空间大 我觉得这种也是空间大 我们看一下妹妹的状态 妹妹 坐得舒服吗 对不对 好不好坐 喜欢坐吗 我们现在呢 要让你们来打电动 哦耶 知道吗 想不想打电动 耶 这台车也太好了吧 有吗 这台车你看它的天花板就这么热欸 如果太阳很大的话 你们就一直晒太阳欸 啊啊啊啊啊啊啊 对不对 好对对对 好轮流轮流 我的天啊 小鸡你要被蓝色打到了 我的天啊 小鸡你要被蓝色打到了 我的天啊 小鸡你要被蓝色打到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这次开着这台特斯拉的Model X彩虹车 我们没有跑很远 也没有到处踩电 最主要就是能够希望 让这次一起出游的大人小孩 接触电动车 这些小孩能够对他们未来 一定会接触到的电动车认识 我想等到他们长到可以开车的年纪 那个时候的特斯拉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 早就在天上飞了 好啦 以上呢 就是这次我开彩虹特斯拉 想做的事情 期待你们的哦 好的 那以上啊 就是这支影片所有的内容了 我们 已经回到内湖特斯拉 然后把彩虹车 还给 Tesla 然后开我自己的小红车 要准备回家了 好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记得要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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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